在这个程式中我们可以看见 这个部分 到这里为止 全部都是vpython的物件的定义 包括定义了我们的桌面 视窗的颜色大小 还有中心点的位置 我们定义了一颗球 还有一个箭头 还有一个box 这个box我们要做地板的用途 而且我们加了透明度 下面就是我们的初始条件 我们的高度一刚开始在25公尺高 那么我们的重力加速度9.8 初始的速度是0 位置就在初始的位置 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初始的定义 初始的时间是0 我们让时间的间隔是0.01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 做时间小于30秒之内 但我们知道不需要这么久 大概2秒多他就结束了 好 这个是控制他的这个 这个动画的速度 然后我们这边 这边就是用精确解带进来 H减掉2分之1的GT平方 就是我们的Y坐标 V等于-GT 就是我们的速度 所以下面我们就把我们球的位置 根据算出来的Y坐标 当然 X坐标跟Z坐标都是0 我们就根据Y坐标 把他 模拟这个球的位置 同时我们把球的速度算出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箭头呢给他一个 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 就是 球的速度乘上0.002 乘上这个小数的目的 是为了让这个箭头的长度不要太长 视觉上不会 太大 所以我们乘那个0.002 然后因为在Y方向 所以我们 X坐标跟Y坐标都是0 同时 这个箭头的 端点呢必须 就是球的位置 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画出这个箭头 来标示 这个球的速度 最后我们让这个球 打到地面 也就是球的Y坐标要小于0的时候 就把整个回圈的 计算把它终结掉 那么每一次在回圈结束之前 我们把时间加了DT0.01秒 到 现在的时间当中 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版本的程式 我们来看这个程式的执行 初始的位置开始 现在你可以看见箭头慢慢长出来了 越来越长 表示速度越来越快 啊 当他要 打到地面之前 当然是他速度最快的时候 因为我们使用了 地板的透明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箭头 好 这就是 第一个版本的 自由落体运动 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精确解 下面呢我们要用插分筋式来取代 这个 运动的精确解的部分 又做了一些修改 我们先看一下 好我们 让整个模拟的过程呢 做了一些修改 当他打到地面的时候 我们把 这个球的速度呢 反向 让他能够做反弹的动作 并且我们在 元初始的高度的地方 加了一条箭头 来显现出他 在反弹到最高点的时候 就会 速度为零 一再重复 这个 理想的 自由落体运动 假设没有任何能量的损失 这个运动将会永续的 持续下去 好我们来看 整个城市里面呢 跟前一个版本最大的不同 在哪里呢 我们 一刚开始因为 要 考虑 当他撞击到地面 和他到达最高点 都会发生一个现象就是他的 这个 速度要反向 对不对 所以我们 要有一个切割的时间点 当 运动反向的时候 我们就把 当时的时间记录下来 所以一刚开始 我们就把它记录为T1 当时的位置叫Y1 当时的速度叫V1 好我们知道 会发生 反 这个 速度反向的有两个情况 一个是撞击到地板 这个撞击到地板要反向 这件事情呢 我们必须用 外部的一个指令来操作这件事情 另外一个 是在 最高点会反向 这件事情呢 不需要我们用 外在的控制指令来做 因为 我们的加速度是向下的 所以当他的速度到0了之后 向下的加速度会自然让他反向 所以这个 最高点处的反向的 事件呢 不需要 另外来操作 但是打到地面 而反向这件事情呢 是必须用 我们的指令来操作这件事情 否则的话 按照重力加速度往下的话 他应该会穿过这个地板继续往下 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城市当中有一个 处理这个反向动作的 指令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当 球的位置的Y坐标小于0的时候表示已经撞击地板 这个时候我们就让 这个时候的时间把它记录下来 这个时候的速度 是V 我要记录下来 而且要把它反向 所以是-V 这个时候的位置 就叫Y1 也把它记录下来 因此 每一次 在这个地方 V跟Y 在更新的时候 我都会有一个T1 跟 Y1 还有 V1 这三个量 其中 其中 T1 代表着 从这个反向点开始计算起 时间经过多久 我们的时间T是不停地在增加的 所以要 把它 反向的这个点 当做新的初始时间 当做新的初始时间 而且这个时候的反向的这个 速度当做初始速度 所以我们有个初始的速度 不再是自由落体的那个 初始速度为0的情况 而是一个 上抛运动有个V1的初速度 所以T-T1 这边也是T-T1 减 2分之1G T-T1的平方 所以 这个更新跟刚刚有点不一样 请注意到有V1 还有Y1的介入 还有T1这个新的时间 这个 只要这个做对了 我们可以看到 后面的 速度向量的更新 球的位置的更新 以及 我们现在 这个 箭头 赋予箭头的 头跟 向量 都可以 照前面的做法来做 唯一的 就是这个地方做的更新 还有 这个地方的反弹 做的一些动作 另外的话 我们加了一个AERO 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蓝色的箭头 在标示最高点的高度 让我们在视觉上比较容易 看到整个运动的一个特征 好 这个就是第2个版本的 程式 在这个计算过程当中 所使用的仍然是 使用这个 精确解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精确解 2分之1GT平方 这是 透过积分 可以精确 积分出来的结果 我们在下面就要开始来引入差分近视 做这个近视 不再是用精确解 那当然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的DT要足够的小 我们的这个时间差要足够的小 那么精确度才能提高 好在这个计算过程当中同学们注意一下我们把 一刚开始要用到的参数都显在最前面 这样在我们定义这些 位置啊 要用到H 我们这边才抓得到这个H的值 比如说我要最高点的初始的这个高度 才可以抓到 所以 这些要定义在正确的地方 当你要取用的时候必须先定义了 好这是第2个版本的程式 好我们再强调一下 在这个版本的程式当中 这个球撞到地板会反弹 这件事情呢我们其实还是做了一个很大的假设 就是球其实在这个程式里面是没有 没有半径的 因为我 当这个ball1.pos.y 指的是球的球星 小于0 所以 球其实在他的 他的外源 打到第一面就算 碰触到第一面就算 打到第一面了 可是 我们在这个程式里面的控制呢 是让他的Y坐标 球星的Y坐标小于0 所以 有一点点跟实际情况有点不一样 我们还是 就是采取了一个理想的状态 那同学们可以自行的呢 加以修正 假如这个 球的 半径 已经 接触到了 地面的时候 就是要 就是要开始让他反弹 OK 这个是同学们可以自己来做一些修正 甚至于你可以把球变得稍微大一点 整个视觉上你可能就可以看出 你的程式的效应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